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宇凤行创下湖南卫视年度收视冠军,赵丽莹演技获赞 在这片剧集的江湖里,宇凤行就像是一只悄然绽放的灵动凤凰 虽然他没能捧的湖南卫视的年冠,但在网播界却犹如一股狂潮,横扫而来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在这片剧集的江湖里,宇凤行就像是一只悄然绽放的灵动凤凰 虽然他没能捧的湖南卫视的年冠,但在网播界却犹如一股狂潮,横扫而来 我们的把这部剧剖开看看,究竟蕴含了什么让人如此着迷的魅力 首先咱们要扯的就是收视率这个大问题 就跟很多吸睛的剧集一样,宇凤行在台网双波的大环境下 收视率并不算出彩 但别被表象所迷惑,实际上是剧情和演员的演技才是吸引观众的真正原因 这就好比一杯美酒,的戏品才能领略到其中的唇香 接下来我们的继续深挖,与凤行到底有什么魔力吸引了众多观众 首先得说说这部剧的剧情,简直就是一出天上人间的大戏 有江湖安怨,有爱恨情仇,还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 你要是喜欢那种仙侠古偶风格的,这可是个不错的选择 再加上剧中演员们的演技,简直就是戏精啊 从情感到动作戏,一点不含糊,看得人血脉奔章,热血沸腾 然后就得说说那个让人欲罢不能的CP了 咱都知道,一个好的CP是剧集的灵魂所在 而在与凤行里,男女主角的火花简直就是电光火石啊 他们之间的爱恨情求,你看了简直就会沉迷其中,想追更忍不住啊 这就是那种让你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都觉得不过瘾的节奏 听说凤行第41集的CVB数据出炉了 虽然达到了0.418,但却没能冲破那个0.5大关 这简直就像是抢月饼啊 你想想,你拿着筷子,刚要加上那个最大的月饼 结果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被别人抢了个头破血流 可惜啊 但别灰心,老铁们 听说还有锁定在0.4998的趋势 这感觉就像是你坐在自行车上 离中点线就差一小段距离,然后就能冲刺到胜利 所以,别慌,四摄五入一下,说不定就能触达0.5的里程碑了 嘿,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稍有遗憾,但也得看看积极的一面 哪怕是四摄五入都是值得庆祝的 当然啦,最后的结果得等官方发布的收视报告才能有个定论 就像你参加比赛,得看最后的成绩单,不然说不定有什么意外惊喜呢 所以,让我们一起静候佳音,看看这部剧最终能不能拿下什么样的成绩吧 不管怎么样,这个过程就是一段有趣的旅程,对吧 句号,与凤行话题浏览量直接冲破了200亿的大关 这简直就像是一对情侣在街头秀安爱,结果引来了一群路人围观 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啊 不止如此,听说在云和酷云的播放数据上 凤行更是创下了单日峰值突破双翼的惊人成绩 这可真是相当于在电视剧的江湖中横扫群雄啊 而且,主演们的影响力也是水涨船高 腾讯热度竟然高达三万一千加,简直就是火遍全网 这就好比你是学校里的话题王 每天都被一大群人围着转,连老师都得给你点个赞了吧 总之,这部凤行可真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它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更是一场全民狂欢的盛宴 看来,只要剧情精彩,演员们尽心尽力 就算是在竞争激烈的剧集市场中,也能够闪耀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这就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让我们一起为这样的精彩作品点赞 得嘞,来聊聊奉行的评价 7.2分的高分可不是说笑的 这简直就像是在比赛中一路高歌猛进 谁都拦不住啊 就算受到了腾讯平台播放策略和卫视单极效应的限制 但这部剧可是毫不气馁 就像是一位登山者,面对着险峻的山路 每一步都是考验,但凤行似乎是毫不退缩 反而选择了更为激进的播放策略 这镜头简直让人叹为观止啊 就像是一头狂暴的野牛,啥都拦不住,直奔成功 不仅如此,这部剧在网络上疯狂热议 简直就像是全民追捧的偶像,话题度飙升啊 就连台网联播也是表现不俗 CVB和重要频道一起并肩前行 简直就像是一对铁哥们一起出征,是不可挡啊 这就是团结一心的力量,相互搭配,共同铸就了这部剧的辉煌 像是一条彩虹,红成黄绿蓝蓝紫,五颜六色,美不胜收 所以,让我们为凤行送上最热烈的掌声和祝福吧 这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更是一次正能量的传递 让我们学习剧中人物的拼搏精神,敢于挑战,勇往直前 嘿,生活就是这样,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 但只要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相信自己,相信团队 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 虽然这部剧最终没能登上年度之关的宝座 但在网播平台上的表现却是相当抢眼,简直就是一匹黑马 这个成功可不仅仅是因为剧情精彩 更多的是归功于演员们的演技和剧组的努力 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盛宴 每个人都在尽心尽力地表演 每个细节都被打磨得亮闪闪 让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 希望这部剧的成功能够给其他剧集带来一些启示 让更多的优秀作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就像是在大海中扔出一块石子 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却可能激起层层涟漪 影响着整个江湖 江湖路漫漫 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只要我们脚踏实地 努力向前 谁都有机会成为网播界的霸主 就像是玩游戏一样 虽然刚开始可能小菜一碟 但只要不断升级 抓住机会 谁都有可能成为游戏中的大神 所以让我们一起为凤行送上最热烈的掌声和祝福吧 愿这部剧不仅是一次娱乐的享受 更是一次正能量的传递 激励着每个人勇敢向前 追逐梦想 无论是在剧集还是人生中 都要勇于挑战 勇于创新 相信自己 坚持不懈 终有一天 成功的阳光就会照耀在我们的身上 雨凤行的成功 不仅仅是对赵丽颖个人演艺事业的一次巨大肯定 更是中国电视剧产业的一大进步和突破 这部剧的收视率成绩突破了传统观念 向人们展示了优质剧集对观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赵丽颖在剧中的精湛演技 更是获得了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她不仅诠释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更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优秀演员的实力和魅力 这样的成功不仅仅是对雨凤行剧组的认可 更是对中国电视剧产业的一次鼓舞和激励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 优质内容和精湛演技是电视剧长期发展的关键所在 希望通过雨凤行的成功 能够激励更多的电视剧制作人和演员们勇于创新 追求卓越 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分成的作品 雨凤行的成功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耐心和努力 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无论是在事业还是生活中 都要坚持追求卓越 勇于挑战自我 不断超越自我 相信自己的实力 敢于展现真实的自我 才能够赢得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让我们一起努力 创造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雨凤行 让每一个努力都能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王一波黄景瑜领衔主演维和防暴队 票房大破记录 即将到来的五一黄金档 将掀起电影市场的又一波小高潮 去年五一的繁华场景 你还历历在目吗 人生路不熟票房已突破11亿 而长空之王也紧随其后突破了8亿 这样的成绩在短短几天内便能取得 已然刷新了影史五一档几年来的最高纪录 尽管五一节日期间有短暂的小长假 但由于节日期间较短 因此大型制作通常不会选择在五一档期上映 各位电影人或许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着 明年五一档期的票房移动 因为去年的表现可谓是一片大好 五一档期间竞争愈发激烈 豆瓣上有超过100万人给哈尔的移动 城堡打出了高达9.1分的评分 因此呼吁重新上映 希望能再次上映30天 穿过月亮的旅行中有张子峰和胡仙旭的出演 小沈阳和贾冰主演的《末路狂花钱》 以及杨幂主演的《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等等影片也将上映 黄景瑜和王一博搭档主演的《维和防暴队》 可谓备受瞩目 在所有作品中呼声最高 影迷们等待了漫长的三年 终于盼来了这部电影的正片 他们期盼了又期盼 演员阵容和制作班底都非常强大 观众数量预计将创历史新高 有望再次打破五一档票房记录 这部电影有何魅力 让如此众多观众守候不已 这一次 我们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 来评判维和防暴队是否真的有看透 维和防暴队这部电影的名字 已经透露了它的主题 显然 它的拍摄时间恰逢主旋律电影兴起之际 李达超指导 他曾参与创作建军大业 烈火英雄 中国机场和中国医生等多部影片 刘伟强监制了《无奸道》系列 并与李达超合作创作了几部主旋律电影 默契十足 老搭档再次合作 维和防暴队所描绘的正是维和警察们 身负的神圣使命 他们奔赴异国他乡 在充斥战火的任务区里 与死神不断擦肩而过 为该地区的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分队长于魏东由黄景瑜饰演 狙击守杨震由王一博饰演 以及联络官丁慧由中楚西饰演组成了主角团 他们身处战区 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 例如 如同暴乱这种情形 没有任何滑而不实的特效或炫目的前奏 直接就是激烈的枪战 逼真道令人瞬间身临其境的 朴实无华镜头 强行放大招使观众仿佛直接跳进了战区之中 当我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子弹穿肠剖腹的一瞬间 身体上画出血迹 时间仿佛静止 那个男人立刻便失去了生命的气息 简陋小镇被扫成一团糟 无差别的攻击造成了血流成河的惨状 而这些歹徒竟然大笑嚣张 让本来和谐的景象变得一片混乱 违和警察的日常任务包括防止恐怖袭击 镇压武装暴动以及处理黑帮冲突等违反和平的行为 尽管阵容并不出众 但在悬角方面 演员和人物之间的匹配度却异常出色 在整部电影中 黄景瑜扮演着主要男主角的角色 每当他站在镜头前时 完全展现了制服男神的魅力 他进入娱乐圈纯粹是为了娱乐 他靠着紧身服装展示出结实的臂膀 令人印象深刻 黄景瑜在这个赛道简直所向披靡 不愧是来内娱当兵的 他的台词和演技都表现得非常自然 作为队长 不仅要善于谋划和决策 经验丰富 还要时刻注意保护队友的人身安全 即使遭受伤害 他仍然把百姓放在首位 更重要的是 黄景瑜从不假装 他在预告中展现出非常放松的姿态 毫无紧张或做作之感 反而流露出一种老练的警察风范 仿佛曾经身经百战 也许男主王一博会让观众感到有点失望 王一博这两年的表演实在是让人瞩目 他的演技明显有所提升 然而 《维和防暴队》已经是三年前的作品了 这一点不容忽视 王一博的紧登感远比黄景瑜的轻松更为显著 《长空之王》在上一个五一档期间主导了票房 而这一次 《维和防暴队》被看好成为冠军 然而王一博的表演或许不太适合进行公平对比 黄景瑜和王一博的风格倒是惊人的契合 他们怀有对大男孩的激情和对应和形象的向往 因为心怀喜爱 所以在表演时并不会显得特别格格不入 尽管王一博总是面无表情 但在戏中他与黄景瑜的表演形成了巧妙的对比 我一直认为钟楚希的演技实际上受到了低估 钟楚希的实力终于在今年的《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中得到了认可 他的表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钟楚希扮演女警察和《维和防暴队》的联络官 他的五官特点和表演风格都完美契合 毫不做作 他的脸庞仍透露着一丝雍容华贵 光明照亮的发型也毫不畏缩 美丽动人 演员阵容还包括了印小天 欧豪 朱亚文等人的加入 这些演员都是以硬汉扛把子的风格为特色 他们扮演为和防暴队的警察再合适不过了 我居然开始喜欢欧豪在《主旋律》电影中的惯用角色了 他的表演技艺虽然不是无与伦比的 但在展现正能量的作品中却毫不突兀 很期待在《维和防暴队》中能与王一博有很多精彩对手戏 我认为 《主旋律》永远都是电影市场的主导力量 尽管这两年观众开始感受到视觉疲劳 但只要导演和编剧能够全程在线 创作出引人入胜的故事 恰如其分地唤起情感 观众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 全流量的配置或许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幸运的是 演员的表现与角色塑造相得益彰 彼此之间的风格也相互融合 没有显得突兀 选用这种激情澎湃 具有吸引力的题材 并且配以表现出色的知名明星 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 尤其是针对年轻观众 《维和防暴队》的上映不仅仅是一场电影盛宴 更是观众们对于影视作品的期待与热情的体现 在这部电影中 王一博和黄景瑜携手主演 无疑是一大看点 他们的精湛表演和强大吸引力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试听盛宴 也让人们对这部电影的票房表现充满期待 王一博和黄景瑜作为两位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 他们在影视剧领域中的表现备受认可 也赢得了大量粉丝的支持 他们的加盟无疑会为 《维和防暴队》增添不少看点和话题性 也会吸引更多观众前来灌影 但是 票房的高低并不仅仅取决于主演阵容 更需要一部电影拥有扎实的剧情 精彩的表演和出色的制作 观众们更加关注的是 故事的情感共鸣和视听效果的震撼感 因此 《维和防暴队》能否在票房上破纪录 还需电影本身的实力来证明 无论《维和防暴队》的票房表现如何 作为观众 我们应该保持对影视作品的热情和期待 同时也要理性看待票房数字背后所蕴含的意义 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从电影中获得快乐和启发 感受到情感共鸣 这才是电影艺术最真实的价值所在 因此 让我们一起期待《维和防暴队》的上映 支持王一博 黄景瑜和整个团队的努力 无论票房如何 这部电影都将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一段美好时光 带给我们惯影的愉悦和思考的启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